美中对立台海情势紧张 牵动亚太地区安全 更让身处第一岛链 护卫盟友的台日两国 关系更加密切 甚至日美还爆料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已经计划 要和台湾民进党当局 针对区域安全进行2加2会谈 日本时报18号一篇报道 抖道标题就写着 日本自民党计划与台湾执政党 进行安全对话 还附上一张国部纪念馆 宪兵生青年白日期的照片 就是要凸显台湾的重要性 内文更提到日本自民党 将由外交部会会长 朱浩胡子队长的参议员佐藤正久 和国防部会会长 中议员大总拓代表出席 进行视讯会谈 结果民进党发言人谢贝芬表示 会派谁出来进行交流 目前还没有定案 但外交部还是表示 乐见两国政党议员相互往来 当然原则上 外交部我们都会 乐见我国的国会议员 与全球里面相近国家的国会议员 还有他们的主要的政党 来深化互动跟往来 有志愿与两岸关系紧张 自民党走到今年二月 就在党内成立台湾专案小组 研究深化台日关系 都在党内成立台湾专案小组 然后我们在党内成立台湾专案小组